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经济部自愿性绿色电价制度 事半计划迈入第三年 神明也纷纷加入绿电认购的行列 到今年3月底为止 全台共计有58家公庙响应 认购量突破百万度 希望透过神明认购绿电 发挥抛砖引玉的功效 带领民众主动参与节能减碳的行列 进而支持发展再生能源 台电推动绿电认购迈入第三年 连神明也加入了绿电认购行列 统计到今年3月底指 共有58家公庙响应 合计认购量突破百万度 其中又以桃园慈户宫大手笔认购了30万度 居全国公庙之首 政府推行绿能这个运动 我们尽量配合 以宗教的力量推到民间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 我国目前发展的绿色电力 主要来自于太阳能 锋利及升职能等 一度的绿色电力 就可以减少0.521公斤的碳排放量 如果每天用一度绿色电力 整年度大约可减少190公斤的CO2 就等同于约19棵树 全年CO2的吸收量 呼吁企业如果你用实际的行动来购买绿电的话 你可以降低产品的碳排放的强度 进一步提高外销的竞争力 提升企业的形象 民众你只要认购100度的绿电 多付106元 就等同中了5棵树 目前绿电认购每度1.06元 如果以最低绿电认购门槛100度为例 只要多付出106元 就等于中了5棵树 期望在神明的抛砖引玉下 带领民众主动参与节能减碳的行列 进而支持绿能的发展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